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开了五十多个豆根的 五十多个蓬根的 我们这边叫豆根演员 按规矩站在桌子里面叫做蓬根演员 我们这边五十多个人不少 但是说的最好的只有三位 哪三位 哇塞 上台直接想把我害死 是吧 说的最好的三位 头一个就是我师父 那是毫无疑问的 二一个就是月云鹏 三一个就是 这是你们逼我说的啊 三一个是张久南 说完前两个没有掌声也就算了 说完我这也没有掌声 然后还 没有掌声没有关系 给我一个机会 蓬根这个位置也有三个最好的电源 最好不用介绍我 不要在我这边浪费观众的掌声 您不是豆根的吗 现在站这不站到捧根的位置 那你也是最好的捧根演员 谢谢您 我希望咱们共同努力 这一期啊 我们这一季的德云豆笑社 每一期都是有一个主题的 对 对吧 这一期的主题叫我是人才 其实来说我这个主题我真的演不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是个人才 人才这事是说明啊 有异于常人的地儿 别老贬低子 我那意思你也有好的地儿 我觉得我唯一可以称作 稍微有一些才能的地方 就是说相声 但是跟这些德云社的师兄弟一比 我又显得特别逊色 对 谁说的 谁说的 你说的 你说的真棒 你知道吗 真的我觉得我自己跟师兄弟一比 我想说特别不好 但是我今天又上台演出了 获得了正选的资格 所以我觉得我还必须得拿出一点来 自己稍微觉得可以显要的东西 就是我啊 觉得我在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里 绕口令还是可以的 就说您在这方面 但是这个大伙觉得特别简单 我呢 无所谓 就给大伙说一段绕口令 让大伙觉得我的绕口令 确实是跟别人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好 这个我不普通的说 嗯 不随意的说 不简单的说 这个普通这个词搁这有点不合适 合适啊 说个绕口怎么说 怎么说 您应该夸大其词的说 您这个就是在绕口令比我们这帮都强 没有 没这意思 比不了我诗歌们好 多于捧着说 不 真的 我任何方面都比不了我这些诗歌 我只能说在自己的层面上更提高一步 每天超越自己一点点就可以了 今天我不简单的说 不随意的说 不普通的说 我拿着快板打着快板说 好吗 好 这位啊他还会点乐体 哇塞 横根奇才 您带着钢琴来了吗 带钢琴干什么呀 您不得伴奏来唱吗 紧着说快板快板吗 我没听您聊天不好意思 让大伙用热烈的掌声 请我的助理拿出我的快板 快板都有助理了 快板都有助理了 哎 来 确实是有点太爱开玩笑 哎呀直接唱一段绕口链 简简单单 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我把这个袖子稍微卷一卷吗 哦 唱快板还有这规矩呢 啊 不好意思 卷袖子吗 不是厌鞋 修内 不是厌鞋 卷牛的小袖子啊 我要是怕这快板大袖子上打裂了 怕灯呢 哎 好 好 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绕口链 哎 就就剪了 剪掉好不好 剪掉 不要不要这段要留住 啊 这段多好啊 多好多好 掉了还好呢 多好 您会打快板吗您 哎 直接来 直接来 限于刚才这个小失误 我觉得我的开场板已经不决定想打他了 直接开始唱 哦 好好好 随便吧 让他瞧不起 瞧不起吧 没没瞧不起 完全是看不上啊 来来来 我唱我的 来来您唱您的 大主板新喜欢 这个来到宁波小开言 团东路是来宁波 乐得心理直发田 于山列岛老外滩呀 风景宜人不一般 肚子饿着咕咕叫 可以南山老堂去解馋 宁波的水 宁波的山 宁波的山水不一般 说柳林镇有座山这个山上住着 前老三这个山下住着 三老钱 前老三三老钱呀 二人比赛种庄田 前老三种了个田玉米 这个三老钱呀 种了个玉米年 田玉米年玉米 年田玉米满庄园 也不知前老三呀 种的玉米田 还是三老钱呀 种的玉米年 这个绕口粒啊 最难唱 咱们唱的是 说柳林镇还有这么一个六号楼 刘老六住在六号楼啊 有一天 来了牛老六 这个千来六只猴 来了猴老六 这个拉来六匹牛 来了求老六 拿来六楼油 这个来了游老六 这个背来六匹仇 牛老六猴老六 求老六游老六 住进了刘老六的六号楼 这个半夜里啊 牛顶猴啊猴斗牛 打翻了求老六的油 这个油脏了啊 有老六的仇 牛老六帮求老六收起油 猴老六帮有老六 喜静愁上油啊 牵住牛啊 看好猴啊 一同上楼去喝酒 说柳林镇 还有这么一座山 这个山上住着三老子 这个山下住着三小子 三妖住着三哥三嫂子 说山下三小子 找三妖三哥三嫂子 借三斗三生酸倒的 说山妖三哥三嫂子 借给了山下三小子 这么三斗三生酸倒的 说山下三小子 又找了山上三老子 再借这么三斗三生酸倒的 说山上三老子 还没有三斗三生酸倒的 只好找到山妖三哥三嫂子 再借这么三斗三生酸倒的 说过年山下三小子 打下酸倒的 还给山妖三哥三嫂子 这么两个三斗三生酸倒的 说柳林郑 他这还真难你看有没有 还有 还有 说柳林郑 还有这么两个小朋友 四小四和十小时 四小四十小时 四月十四日 十四十四分购超市 操作供养 四十小时 买了 十四斤四两次 Witcher 3 Sea Salt 十小时 要拿十四斤三两次 去换那十小时 十四斤四两次 的耐车 去换那四小时 四十�리 difficult 至少什 嘿 接下来我不唱了 我要慢慢地说 因为我怕接下来这段 我说得太快了 你们的耳朵跟不上我的嘴 这个都跟不上了 对对对 咱赶紧听听 接下来这段绕口令 可能大伙都听过一些 但是又没有听过全部 看来您这有完整版 听好了 说打南边 来了一个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打北边来了一个榴莲 榴莲田的哑巴 说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出南门往正南 看见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 瞎啥嘛 这个面铺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他摘了蓝布棉门帘 他看见了一堵粉红墙 他多欠了这手 粉红墙上画凤凰 红凤凰 粉凤凰 红粉凤凰 粉红凤凰 花凤凰 这叫涂鸦 还有红里玉 绿里玉 鱼和 打北边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 出东门奔大桥 大桥下面一树枣 拿着干子去打枣 青的多 红的少 打完枣 他往山前跑 干嘛 山前有四十次个小狮子 山后边有四十次棵 死色死色狮子树 山前四十次个小狮子 吃山后边 四十次棵 死色狮子树子 死色狮子 山前四十次个小狮子 山后边 四十次棵 死色狮子树子树子 死色狮子 给射死了 狮子呀 就应该吃肉 看完了这些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 和榴莲榴莲田的哑巴 两个人一起去逛超市 可见面了 逛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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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 就买了一个长匾子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 就买了一个宽板凳 脸儿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 想用匾子去换榴莲榴莲田的 哑巴的板凳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就说了 说 你不会自己买一个呀 哑巴能说话 问的好啊 有谁问的好啊 对呀 他能说话吗 对呀 哑巴能说话吗 问的太对了 因为哑巴的脑袋上当时 弹出个对话块来 哦 他把这个心里话都给讲出来了 你不会自己买一个吗 对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心想啊 这个哑巴可够横的呀 于是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就急眼了 他脾气不好 他把这个长扁子抡起来 啪 就给了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扁的 打人家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也急了 嗯 他啪 给了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一板凳 滚手了 也不知是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给了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扁的 还是榴莲榴莲田的哑巴给了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一板凳 嘿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心想啊 嗯 我得发大招了 还有大招 于是这个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就吐了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扇葡萄皮啊 哥 玩这脏活 对呀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也这么想啊 嗯 他玩脏的呀 那我也发大招了 对话框又出来了 他从超市里边 嗯 拿起了一块炖葡萄豆腐 呦呵 朝着这个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啪就扔过去了 就跟板砖一样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蹭就躲起来 然后还嘲讽呢 哎 没大招吧 这喇嘛是张鹤伦 哎 你扔你的炖葡萄豆腐 我躲我的炖葡萄豆腐 哎 你扔不准你的炖葡萄豆腐 你别胡扔乱扔 扔坏了你的炖葡萄 他磕碎了就完了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心想啊 你这是欺负我不会说兆口律的 好 你等我的 嗯 于是这个榴莲榴莲田的哑巴放下板字 他就走了 去哪了 不知道 哎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的喇嘛继续逛超市 逛着逛着他饿了 他想买一条鱼吃 哦 炖鱼 正好有一个摊位卖鱼 嗯 卖什么鱼 什么鱼 塔玛鱼 哦 塔玛鱼终于出现了 塔玛鱼啊 正好看见他北边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也来了 他 腰里别着个喇叭 哎 他就变成了别着喇叭的哑巴 这么着是老相识了 于是乎 嗯嗯 那一首 哎 关于 别着塔玛的喇叭和低了喇叭的哑巴的歌曲就出现了 哦 这还有歌呢 老歌曲呀 哎呦呗 听着啊 南边来喇叭 低了这塔玛 北边来了一个别着喇叭的哑巴 喇叭混喇叭 喇叭说你滚吧 喇叭在下 他妈就打了 喇叭一他妈 喇叭脾气也很大 再喇叭就打 喇叭用喇叭打了 喇叭一喇叭 喇叭用他妈打了 喇叭一他妈 喇叭回家蹲了他妈 喇叭吹喇叭 就这个呀